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如果期待我们的政府 如果期待我们的政府 今天突然佛心来了 告诉我们说 你的土地好像我们霸占了 你的名字好像我们侵略了 我想要还给你名字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种可能性 这30年来 原住民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见识到了 见识到了 来自这个主流政权 跟这个主流社会的压迫 其实我们原住民运动 已经超过了30年 那台湾全台 我们原住民的乡镇有55个 那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 有回复 那一个是在27年前 就是1987年的时候 那那个是阿里山 它原本叫做无峰乡 那另外一个是 在08年那时候的那个 那马下乡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 我们都知道 那个地名不是现在的地名 那我们的前辈们 我们的长辈们 他们去抛头颅 撒热血去做这些事情 那以前有他们 那如果我们今天不出来做的话 那以后还有谁知道 这些地名不是原本传统的地名呢 那其实在2009年 马英九总统 其实就有批准了 两个国际的权公约 这两公约的 第一条 两公约的第一条 都是关于民族自觉权 都是关于民族自觉权 而且 这个条文已经国内法化了 所以 今天我们来到这边 要求的是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民族 如何证明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权利 最基本的一个权利 各位可以想象 假如 有任何人 他要求你 去命名一个 你不认同的名字 你可以接受吗 你可以接受吗 可是我们的原住民族 已经接受 已经被迫 被迫接受了 很多年了 今天的运动非常有意义 就是因为 我们今天就是要拿回 原住民族 自己认同的一个权利 自己认同的一个命名的一个方式 我是不是在新出县的坚实下 我们的政府当初 在成立雪霸国家公园的时候 把我们原住民赶下山 我的奶奶告诉我说 我们不如一 我们不如一只猴子 如果说政治是 牺牲少数 保障多数的话 这就违反了公平正义 今天 我们人数很少 没有像学生运动 有这么多的人 告诉你们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部落很多住人 都活不下去 灵物局 警政署 国家公园 国家森林警察 你们在媒体上看到 主流上媒体看到 被抓到的山道树 为什么都是原住民 我告诉你们最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土地不是我们的 是国家的 我们用土地跟国家贷款 一毛都贷不到 所以原住民的土地就这样 被我们选出来的立委 人民会主委 全部BOT掉 你们不要的核废料 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 丢到蓝宇 原本美丽的国家公园 现在都是大饭店 温泉区 在台湾 有越来越多的原住民同胞 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 流浪 住在山音部落 住在你想象到的 新竹也有在南辽海边 这就是中华民国 对待我们 最爱护土地 原住民的方式 我们在网络上发起 自己的土地自己救 自己的土地自己光复的行动 我们募集到了 短短五天内 非常多的青年学生 三十几处的部落 三十几处的证明 标球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是泰巴朗 不是光复乡 刚才提到的核电 那是塔吾族的固有领土 那是 不是台电放核飞料的地方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部落 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有待证明 它代表了全体 台湾原住民族群 我们自己来光复 我们自己来拆解 殖民的政权象征 我们自己来把殖民政权的符号 给剥除 我们要做回我们自己原本的主人 我们要拥有我们自己土地的 治理 掌握 跟控制权 今天 我们要呼吁 我们要呼吁原住民族的族人 我们要呼吁我们自己的族人 虽然我们的原住民族立委 没有一个成才 我们原住民族立委 没有一个支持 但我们要自己出现 我们要自己来为我们的土地 发出声音 为斯拉而走 为斯拉而跳 我们要自己 念出我们自己的名字 告诉大家 让大家知道这个岛上 还有原住民族的群战 你光复 我受难 光复节 没光复 光复节 没光复 光复节 没光复 党国威权 去旁边 党国威权 去旁边 党国威权 去旁边